咸丰皇帝和宫姓王一新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朝夕相处十五年,手足情深 咸丰接班称帝后,曾对自己的兄弟回忆重任 可是,一新扮理一件令咸丰帝大怒却有无法公开宣泄的事情 使自己的官职被遗降到底 那么,一新究竟做错了什么,激起了圣怒 咸丰的一新之间,到底有哪些潜在的矛盾和纠葛 辽宁士班大学郁大华教授,依据史料探寻真相 火命皇帝咸丰之兄弟伐木即将播出 咸丰皇帝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宫姓王一新 曾经是少年的晚伴 兄弟二人都深受他们的父亲道光帝的喜爱 但道光帝最终还是把皇位传给了咸丰 咸丰帝继位之后,对弟弟一新也尽了兄长之谊 让他官居宫廷权利的核心位置 然而,宫秦王一新做了一件事情,却惹恼了咸丰皇帝 以至于所有官职被全部收回 那么,什么事情会让咸丰皇帝如此绝情呢 咸丰和一新之间,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辽宁市盘大学郁达华教授,根据史料探寻真相 虎命皇帝贤宗旨,兄弟访问 兄弟之间是直系的血亲关系 往往用手足二支来形容彼此关系的密切 当然兄弟之间也闹矛盾 帝王家尤其如此 因为帝王家大业大 先皇的遗产尤其丰厚 那么兄弟之间为此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硝烟四起的并不罕见 平民百姓家的兄弟之争是家务事 但是帝王家的兄弟反目就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本来在道光皇帝的几个皇子之中 贤丰帝跟弟弟一新的关系最为亲密 贤丰九岁死了妈妈 孤苦伶仃 爸爸道光皇帝把他指派给静贵妃抚养 他一身重孝 走进了静贵妃的寝宫 静贵妃自己有一个亲生的儿子 叫一新 这年七岁了 看到哥哥来了 一新顿时眉开眼笑 幸福得找不到北了 一新为什么高兴呢 您想 宫中生活非常单调 帝王的孩子不能像平民百姓的孩子那样出去找小伙伴玩 要讲规矩 从小就要学着做一个身份高贵的人 但是孩子毕竟都贪玩 一新平时都是跟太监玩 但是太监的年纪一般都比较大 哪有七岁的太监 所以他玩不到一块 而且太监毕竟是奴才 不敢真跟一新玩 游戏缺乏竞争性 一新早就玩腻了 现在突然来了个小哥哥 跟他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一起学习 然后一起做游戏 一新能不高兴 从此 小哥俩 行影不离 道光皇帝对这个小哥俩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能够相亲相爱 重振大清朝的威风 谁能想到 当年相亲相爱的小哥俩 后来会互相猜忌 以至于仿木 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导致兄弟反目的原因 竟然在他们的爸爸 道光皇帝 对于做父母的来说 最令人痛心的事 莫过于自己的孩子反目成仇 那么道光怎么会做出 让他的儿子们反目的事呢 原来 从道光晚年开始 道光皇帝一直处在一个矛盾之主 到底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呢 他一会想立一主 就是贤丰 一会又想立一新 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他 可以肯定 抛开理性来说 道光最喜欢一新 道光三十年 正月十四日 道光皇帝走到了他生命的终点 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 他公布了继承人的人选 让我们重温一下当时的立储秘址 黄六子一新 封为亲王 黄四子一主 立为黄太子 这道秘址现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是道光皇帝亲笔写成 权威性 无庸置疑 但是这道秘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非常离奇 离奇在哪呢 您看 当时中国的汉字的书写和阅读的习惯跟现在相反 是从上往下竖写 然后从右往左念 这道秘址先是封王 然后才是建储 就是立太子 这样一来 所有看过这道秘址的人都会产生这样两个印象 第一 这道秘址的核心是封王 建储 就是立太子 反而成了陪陈 第二 反映了道光皇帝在两个儿子之间的举棋不定 也就是说 道光皇帝通过立储密子把他内心中的矛盾给公开了 立太子是一件关系到政权交接 这些和国家稳定的十分严肃的事 实施求是的说 道光皇帝真不该这样写 这样一来 满免让一主 就是咸丰尴尬 让一心愤愤不平 他自然会产生这么个想法 皇位本来是我的 这样一来 他们哥俩今后怎么相处呢 我想道光皇帝这样写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个是表达对爱子异心的补偿并提供一种保护 他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异心身份特殊 不容轻视 第二 也可能是老糊涂了 道光死的时候69岁 还不糊涂 但是中国的父母往往都有一个认识误区 在父母亲眼里 孩子永远是孩子 永远需要父母的指教 你想道光皇帝活着的时候 是一言九鼎的皇上 是所有皇子的爸爸 死了就啥也不是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能保护得了谁 是想康熙大帝能保护他的儿子们不骨肉相残吗 你爱一心就立一心为太子 你要是觉得另一个儿子更合适 你就应该维护他的地位 凡事总是有个轻重取舍 你想把方方面面全摆平 可能吗 总之 道光那个想法 看似很周全 实际上很傻很天真 道光皇帝将两道玉旨一起放在来立处的金柜之中 一道封皇太子 一道封亲王 这在大清历朝的秘密立处中 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对于一贯锦孙祖制的道光帝来说 充分显示了他内心的惆怅 以及对于六子一心的怜惜之心 那么最终登上皇位的咸丰帝 能否达成父亲的遗愿 对于自己的手足兄弟 他又将如何暗示 大国皇帝不是一命封一心为亲王吗 先封皇帝上台的三天后 就给一心办了手续 封一心为亲王 名为公亲王 公亲王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 一般人耳熟能详 但您知道公亲王三字的寓意吗 亲王是道光皇帝封的 公姿是贤封皇帝你的 过去有一句话叫胸有帝公 您明白了吧 贤封帝的意思是让他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潜台词就是一心 别以为你爸宠你 当然也是我爸 宠着你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现在可是我当家 君臣名分已定 原来的兄弟变成了君臣 一心除了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以外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了 只要一心能够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 那么贤封帝自然对他另眼相看 毕竟兄弟情分非同寻常 贤封帝也知道 虽然立处密旨 透露了爸爸对一心的格外的偏爱 他毕竟是爸爸的想法 跟一心没有关系 所以上台初期的贤封帝 对一心还是很关照的 这时候的一心 已经结婚快两年了 原来爸爸到光皇帝活着的时候 他带着媳妇住在宫里边 现在爸爸没了 他继续再住在宫里边 就不大方便了 而且不是刚刚被封为宫亲王吗 既然成了王爷 总得有个王府 所以贤封帝十分慷慨的 把位于石沙海附近的庆亲王府赏给了一心 从此庆王府改名公王府 为什么说贤封帝的这一举动 十分慷慨 因为这个庆王府的前身 是乾隆朝大贪官和珅的私宅 规模宏伟 豪华气派 在北京城里 没有哪座王府能比得上 按说一心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王爷 要没有哥哥的格外关照 他能住进去这么豪华的王府吗 不仅如此 贤封帝还提拔一心进入清朝统治集团的河新城 贤封三年的九月 贤封帝任命一心为郑白旗领事位内大臣 郑白旗是满洲八旗当中的上三旗之一 领事位内大臣 他辅责皇帝的警卫工作 品级是郑一品 您看一心一下子成了国家的高级官员 贤封三年十月 贤封帝又提拔一心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一心成了军机大臣了 这个举措可非同寻常 因为大家知道军机大臣是皇帝的辅助之臣 而且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来 按惯例不用皇族成员担任军机大臣 此前只有嘉庆皇帝用他的哥哥成亲王永兴在军机处帮了半年忙 此外再也没有用皇族成员担任军机大臣 那么这个例子开创的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晚清一直是亲王领军机 可以说是从这开的头 贤封四年的九月 皇帝又任命一心做终人府终令 终人府是一个扶着管理皇族的机构 也就是说一心做了皇族的组长 你想要不是凭他哥哥做皇帝 二十出头的一心怎么能有资格做皇族的组长 由此来看 贤封帝跟一心之间做到了胸有帝宫 他们的爸爸道光皇帝如果九泉有之 应该感到满意 贤封帝登上皇位之后 一心收起了王日的锋芒表现得十分前功 贤封帝也十分大度地对一心唯一重任 按理说 同祖同宗血脉相连的两兄弟应该相安无事共赴前程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终导致兄弟二人反目的 竟是他们的母亲静皇贵妃 静皇贵妃心地善良 为人宽厚 她会在兄弟二人之间惹出什么事端呢 然而 这一切都是表象 兄弟关系依然存在着裂痕 我前面说 种下兄弟诗和种子的是他们的爸爸道光皇帝 而致使兄弟关系走向恶化的就是他们的妈妈 一心的妈妈是道光皇帝的静贵妃 静贵妃也是贤封皇帝的养母 贤封的妈妈是皇后 但死得早 妈妈死了之后 她由静贵妃抚养成人 静贵妃为人宽厚 与人为善 是道光皇帝的贤内助 皇后死后 她被提升为皇贵妃 统设中共 扮行皇后的职权 静贵妃任劳任怨 上下平衡 把宫廷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上自太后 下到嫔妃都对她很满意 道光也因此少抄了不少信 静贵妃当年以贵人的身份进宫 真可谓是从基层干起 二十多年兢兢业业 而且她还是道光后妃中最多产的一位 生下了三个儿子 一个闺女 当然了 儿子当中只有黄六子一心 长大成人 那两个夭折了 闺女也长大成人 此外她还抚养了黄四子一主 就是贤丰 操持着整个黄氏家务 她期待着名正言顺的那一天当皇后 确实凭业绩 凭资格 这不是舍望 不过从道光晚年开始 静皇贵妃逐渐发现 只要道光活着 她这个愿望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 因为道光根本就没这意思 她宁可让皇后位置空着都不立皇后 不过静皇贵妃并没有完全死心 静皇贵妃比道光小二十多岁 只要道光死了之后 她的儿子一心很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到那个时候 她自然母以子贵成为太后 搭不成皇后 搭不成皇后 搭不成太后也臭 哪能想到后来道光改变了主意 把皇位传给皇四子一主 把一心封为亲王 静皇贵妃在道光皇帝的灵前痛哭流涕 哭得属他伤心 别人不知道 以为他哭老公 实际上他是哭自己命苦 他心中暗骂道光 心肠如铁 无情无义 自己主持了十年功伟事务 到头来闹了个竹篮打水 一场空 不过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 静皇贵妃已还没有完全死心 虽然亲生儿子没当上皇帝 但扬子当上了皇帝 如果扬子有情有义 尊尊他为太后 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咸丰九岁没了妈妈 跟他生活 管他叫额娘 表面上跟亲生儿子也差不多 但愿咸丰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果然道光死了七天之后 咸丰帝就说他 侍奉皇考 殊胜诉诸 领家宠称号 以身敬礼 就是说 侍候他爸爸 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爸爸 说侍候他非常好 那么应该给他提一提这个称号 来表达敬意 这话怎么听 怎么别扭 为什么 一派官呛 这就是自己抚养了十年的养子嘴里说出来的话吗 不过敬皇贵妃还是耐在性子听下去 因为最关键那话还没出来了 再往下听 他差点气的没背过气去 原来 咸丰帝喝了口茶 放下茶杯说 尽尊封为康慈皇贵太妃 观众朋友 您发现这两个称号有什么不同吗 敬皇贵妃变成了康慈皇贵太妃 敬子是道光皇帝对他的称呼 儿子当然不能沿用爸爸对妈妈的称呼 于是换成了康慈 此外加了个太子 问题是道光一死 他生前的嫔妃全加了个太子 由此说来 他的地位根本就没变 跟原来亥一样 他想拂袖而去 但多少年的教养使他忍了 他强忍累穗 心中暗骂咸丰 是个吃了一爬外 万安福役的白眼郎 十年的心血白费了 其实若说咸丰是白眼郎 也未免过分 十年的养育之恩非同寻常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但是据说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主治 一位皇帝的皇后不能超过三位 此前只有圣主康熙皇帝 先后有过四位皇后 此外没有突破三个 现在如果把他立为太后的话 道光皇帝就有四位皇后了 就凭了圣主康熙的记录 从这个意义上说 贤丰他也有自己的难处 虽然贵为天子 一言九鼎 但办事不能不守规矩 要不然不就乱套了吗 此外 贤丰对康熙皇帝太妃还是很尊敬的 每天早上按时请安 额娘长 额娘短 叫得十分亲热 贤丰元年恰好是康熙皇帝太妃的四十岁生日 贤丰给他大办了四十大寿 办得十分热 再想到自己的儿子一心很受贤丰的关照 这也令康熙皇帝太妃稍感欣慰 然而康熙皇帝太妃的太后心结太重了 十年的努力 十年的期盼 他离这个位置尽在咫尺又隔着万水千山 他恨道光当年不给他皇后的位置 他宁肯控制都不给他 他恨道光不把皇位传给一心 传给一心 他自然不就成太后了 他恨扬子显丰 不尊封他为太后 但是康熙皇帝太妃这个人忍让了一辈子 更何况这个时候 他为了自己儿子一心的前途 他也不敢跟贤丰翻脸 并且这个时候还加上太平天国起义 贤丰焦头烂额 更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贤丰添堵 算了 忍吧 就这么个心态 他忍 结果就忍出来了一场病 作为孝子 一心对于母亲的心病十分了解 他也曾多次跟贤丰帝提起 想给母亲丰厚的心愿 但贤丰帝的态度一直是不至可否 这也让一心心生借铁 那么 皇贵太妃能否了却自己的心愿 接下来这件事又将如何往下发展呢 转眼到了咸丰五年的夏天 皇贵太妃的病更恶化 太医院的御医宣告医治无效 但他这口气就是压不下 不死不活得拖着 大家知道 一旦到了这个时候 亲人见无力回帖 也不希望他再折磨下去 但是 皇贵太妃这口气就是不压 不死不活的拖着 根据史书记载 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 咸丰皇帝去探望太妃 走到寝宫门口的时候 恰巧碰到了刚刚探视结束的一心 于是咸丰帝就向一心 询问太妃的病情 一心跪在地上哭 一边哭一边说 说什么呢 说一睹一代封号以名 翻译成现代汉语 已经不行了 估计是等太后这个封号 要不然为什么一直不闭 你看这个一心聪不聪明 他不时时机的又把球踢到他哥哥脚下了 一代封号以名 估计是等太后这个封号 他才能闭 咸丰怎么表态 根据史书记载 咸丰呕连声 就点点 然后就走了 不知道一心是误会了哥哥的意思 还是故意装糊涂 立即起身到军机处传皇帝圣旨 办理尊封他妈妈为太后的手续 一心本身是军机大臣 皇帝的弟弟又是皇贵太妃的儿子 所以他跟军机大臣一锁 大家立即给他拟旨 旨意拟好了之后 送给咸丰帝 咸丰帝怎么办 他只能承认 那么圣旨一下 皇贵太妃的心事已了 随即逝世 终年44岁 咸丰帝气得火冒散脏 他恨这个一心 假传圣旨 挟制逼迫 更窝囊的是 不仅不能发作 还得承认既成事实 这一下子皇贵太妃成了皇太后了 他的丧事成了国上 咸丰还得装模作样 当孝子 咸丰恨透了一心 等办完了丧事 看怎么收拾他 咸丰帝颁发了皇太后的遗诏 借皇太后临宗遗言的形式降低上礼的规格 降低到什么程度 咸丰说 他要给皇太后穿27天的校服 皇太后的灵位不尽太妙 末了 前锋说了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他说 朕不敢以一己之感恩 置为大行皇太后千冲之圣德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当然要感恩 要报恩 要报答我的养母 我恨不得穿270天校服 但是 养母有这样的遗嘱 她要表示自己谦虚的美德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想法 就违背了妈妈的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清朝礼法 皇太后去世 皇帝起码得穿100天的校服 皇太后临位不尽太妙 就更荒唐 这不仅表明这位太后上不了台面 简直就是不承认她是太后 后来 先锋又宣称 康慈皇太后不加道光皇帝的嗜好 道光皇帝的嗜好是成字 按说康慈皇太后的嗜好里边 也应该有一个成字 已是归属 因为中国帝王实行多妻制 皇太后死了之后 她的嗜好里边 如果不加皇帝的嗜好 那么几十年 上百年后 人们哪里知道她是哪位皇帝的配偶 总之康慈皇太后死了之后 临位不尽太妙 不加道光的嗜好 真是开了清朝历史的头一招 咸丰五年的7月21日 皇太后去世的第十二天 她的灵灸被移出紫禁城 放到圆明园 当天 前方皇帝下发预指 公秦王一心 与一切礼多有殊掠之处 说一心失礼 驻吴庸窄军机大臣上行走 宗人府宗令 正皇旗满洲都统 军驻开阙 撤职这些职务都撤掉了 并无庸功力丧疑事务 不让她参加妈妈的丧礼 让她干什么 让她回上书房读书 把一心给处分了 其实一心的问题是狡招 这是一条重罪 但是咸丰帝没敢纠缠这一点 因为在牵扯到太后的面子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形象 于是笼统地说她失礼 撤去了她差不多全部的职务 让她回上书房读书 清朝皇子六岁入书房 18岁出书房 一心已经22岁了 她还到书房读什么书 谁教她 更难堪的是不让一心参加她妈妈的上礼 不仅不尽人情 还有点要把一心给搞臭的味道 咸丰帝做出的决断 下手之狠 不仅让公亲王一心始料不及 漫长文武和举国臣民也十分震惊 虽然在时过境迁之后 咸丰帝多多少少给了一心一些头衔 但是对于一心 他始终没能释放 在这场兄弟繁墨的风波中 兄弟二人似乎都有着各自的立场 如果说咸丰坚守的是自己的权威 那么令一心不顾一切的就是母子亲情 究竟孰是孰非 对此玉拉华教授会有怎样独当的见解呢 对于这场风波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呢 表面上看 这是一场皇室家务 是非难断 双方都很委屈 各自的理由也都摆不到桌面上去 在一心母子看来 咸丰应当报答当初的养育之恩 其实我感觉 他们内心深处更有一丝不平衡 为什么不平衡 因为从道光皇帝的立处密子来看 皇位本来应该是一心的 最后给了咸丰帝 那你就应该对一心母子高看一眼吗 现在求你分个太后 不过就图个虚名而已 更何况这还是道光朝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连这么个虚名你都不给 你不是白眼狼 是什么呢 但咸丰帝不会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咸丰帝无法否认康慈皇太后的养育之恩 但是我大胆推想一下 我推想当年的养育之恩 也可能是咸丰皇帝内心当中的一个伤痛 你想 母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做不到一碗水端平 何况对养子呢 当然了 母亲对亲生儿子的厚此薄彼 不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痕 毕竟血脉相连 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子 一旦出现了裂痕 就难以弥补了 咸丰现在当了皇帝 对于养母 他大面上过得去就行了 未必会像一心母子期待的那样 有什么格外报恩的想法 在一心母子看来 封个太后不过就是个手续问题 但是作为一国之君的咸丰帝 不会这样认为 别以为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 治理一个大国要按规矩办事 先朝的嫔妃 由下一代皇帝尊封为太后的 前提只能有一个 他的儿子做了皇帝 更何况还有所谓一位皇帝的皇后 不能超过三位的不成文的主治 所以咸丰他有他的难阻 此前他对封养母为太后的请求 就多次为之可否 是一种矛盾的心态 但是咸丰倾向于不封太后 这个立场是明显的 对此 我基本认同咸丰皇帝的立场 但是事情的发展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心略失小计就把母亲的太后称号给搞定了 咸丰帝气得火冒山丈 还无处发泄 当然一心付出的代价也不小 他基本上让咸丰皇帝给一炉到底了 就在一心被咸丰帝冷落的同时 晚清中央政坛 崛起了一位实力派人物 他的出现 对王朝的命运 对一心的命运 甚至对近代中国都有影响 这个人是谁 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看下集 谢谢 却成为咸丰帝最信任的大臣 他凭借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他是崇正朝当的功臣 对他推崇备制 也有人骂他是食物 对他咬牙切齿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个特殊的历史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 做客白家讲台 为您讲述 火灭皇帝咸丰之 铁万能臣